日經平均指數今早急錯4% 跌至近14000點水平 日股的連日跌勢 又能否為市場帶來投資機緣呢 雖然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昨日發表利好日股的言論 但面對日元匯價升穿101對1美元的水平 拖累日本出口和銀行股下跌 投資者在投資日股時 除了要考慮貨幣政策之外 還要考慮些甚麼呢 雖然部分板塊可以受惠國策 但整體夜夜面對日元和日債大上大落 他相信日股短期將持續波動 在第二季之前難以重上昔日的高位 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我估計日股在13200至13400點之間 應該會有一個之前 或者這麼貴 第二季完結之前 我估計日股其實很難上昔之前的高位 例如說15800或以上的高位 會比較困難少少 因為日本政府其實 第一它不是太緊張股市 它是比較緊張債市 央行都說了 其實它比較希望可以保持債市的穩定 避免真的有錢會離開債市 這樣變成股市是一個其次的考慮 保持債市穩定更重要 最後何文進也要提醒各位投資日股的朋友 必須清晰考慮匯率的問題 如果以半年來計算 日經剛剛好就升了大約五成 但如果計算買日元走弱 你的日股回報率就大約只有兩成二 即使最近日元走强 但如果伴隨著指數下跌的表現 投資者的回報率一樣會被蠶食 今集先看到這裏 再會